大家好, 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局 保证大家看到最后会竖起大拇指 这比赛也是截取他们抢12的其中一场 现在叶峰还没有摸到老K的八神呢 太近了,直接被拉肖锋 葵花之后继续跳西中拳 再葵花还是没有摸到,葵花来必杀了 继续牵制,踢死了,破费车 发现了没有能量 前冲动拳葵花三连,一共四连 再跳迪,完了,要晕了 啊,飞出来八百里远了 玛丽救都救不到啊,两个破费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个灭菜局啊 接下来剧情要反转了 接荡起伏啊,前冲后一滴 好,点中 来,大跳,抓 好,打乱动跳低爪 好,发个甲 这下不敢动了 跳鞋,再升龙甲 加玛丽很牛批啊 漂亮啊,防了一个波 马上带了一个延迟玫瑰 他这个玫瑰由于是可以无责任手法啊 所以说 要小心啊,不能乱靠近 好,砸头 好,下笔点中 哎,假招 滑铲来 再夹 哇,这一波逆向 贪称经典啊 由于是2P的马力啊 所以说跳过去打逆向 要比2P的马力要容易得多 啊 又反转了 然后这局要反三了 好像是 那接下来 又要反转的感觉啊 来 三个切 大门 到切马力 侯尚夫两侧哈 打康了 正 跑过来 跳 抓 再8个阵 侯尚夫又一次打康哈 我姐,直接秒了哈 三个破费是不是啊 好 回头丢 回头丢